大家好 今天是9月7號 星期二 股市終於出現一個突破 我們看看那個指數 早點 恆生指數先高開44點到26,207點 曾經一度輕輕的反伏而低見26,135點 可是沒有再進一步反伏 反而陳信跟主要南籌都有資金去追捧 結果恆生指數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推 直到下午大概3點左右的水平 指數今天曾經一度是高見26,458點 相對昨天收市來說是上升了295點 也可以這樣說 基數上已經是升破了這個月2號的高位 那等於說9月份的股市當然是一個先低後高 到目前為止還是 而這個月的波幅已經從1號的低位25,694點 上升到今天的高位26,458點 等於說這個月的波幅已經是有764點 好了 首先一個月的高低位 在五個交越天機內出現的機會還是不算太高 那等於說只要先低後高的走勢不變的話 我想這個月的高位很有機會是在月中左右水平踩出來的 再看看764點的波幅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少了 要是說這個月的波幅有1,000,有1,100,有1,200點的話 那高位在哪裡算一算已經知道了 好了 我們再看看股份方面 直到目前為止就是比較好的還是晨信 還是美團點評 還是相關交易所這三者主要的恆生許多成分股 可是他們在恆生裡邊的見比大概20%左右水平 再看看其他的主要南朝像惠鴻、像友邦、平保、中宮堅 這些主要南朝大部分還是油皮不動 所以變成來說指數雖然說是出現一個突破 而且走勢方面也有機會進一步往上推 可是市場裡邊的氣氛還是比較保守 這個大家要留意 從移動線方面去看 現在的恆子已經是守在10跟20天線以上 再往下看的一定是50天線 50天線現在大概在26622點 相對現在來說可能有300點左右水平的距離 要是指數能夠再進一步推上去的話 一定可以挑戰這個50天線 可是要看一看成交方面 其實我看到昨天的成交減少到1400多億 那今天到底能不能夠稍微回升是很重要 因為指數已經是升到26458點 可是成交方面還是保持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那等於說股市的動力基本上不足夠 那既然是指數能夠再進一步往下看 可是那個資金暫時還是比較保守 那變成整個股市往下走的那個走勢就會受到虧限 這個大家要留意 反正這個只是一個技術上的反彈而已 並不是一個聲浪的開支 所以也可以看到一部分早前在低價買回來的股份 大部分都是在這個高台先回調 先回吐 先估出去 好了 抓著現金的資金在這個水平要冒進去 大家都覺得還需要比較小心 因為要是在一個新的聲浪的開始的時候 資金是不怕的 因為一定是為一浪高於一浪 可是現在只是一個反彈的股市 所以暫時看不到事前的細分會怎麼樣好 在這方面看起來 就算是指數在進一步往下推 要是成交方面不能配合的話 大家高級的時候還是小心一點點 好了 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